好各位大兄弟们,这个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再带来FTX和Binance之间的 冰与火的对抗 昨天事情又发生了惊天巨变 昨天就在傍晚吧 12点钟,北京时间12点钟左右 7小时之前对吧 8小时之前可能是北京时间12点 1点左右 然后我们就看到赵长鹏发文 CZ发文说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呢FTX找我们帮忙 说他们现在有liquidity crunch 就是无法对付了 有流动性的问题 为了保护用户呢 他们之间签了一个non-binding LOI 就是 就是不是不是百分之一百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协议 然后Binance要全面全资收购 Fully acquireFTX.com 来帮助解决流动性问题 然后呢 这个SBF也发文了对吧 然后他们找到了Bin的爸爸的帮助 然后 整个之前大家还沸沸扬扬都在说什么 CZ和SBF和爆炸头不要再打架了 打得大家都亏钱亏得很惨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呢 整个大盘爆拉 对吧 FTT从14道版涨到20道 BinB从320道直接涨到400 整个 整个 很多KOL 对吧 欢天喜地的说啊 这也结束了结束了 牛回牛回 速归速归 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都很好奇为什么SBF SBF说实话速度是挺坏的 在一两天时间内就找到了Bin 他的死对头来全面收购他的 而没有找其他背后的人 他美国精英集团入场 第一我个认为美国精英集团速度没这么快 第二就是可能美国精英集团不想躺这个浑水 就说明这个FTX背后肯定问题很大 那说实话 按照这样的话 到后面都是Bin做中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和Bin对话 FTX可以说是老二吧 在整个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是老二 或者说整个币圈里面可能是老二 Bin是老大 然后FTX是老二 然后FTX被Bin收购之后 等于是一家做大了 一人做中 常人来看对整个币圈肯定是不好的 没有竞争 没有竞争 苦的其实是我们消费者 只有一个竞争的生态 我们才可以 对我们这种韭菜是利好的 如果一家独大 一家垄断的话 对我们韭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 赵长鹏在下一波牛市 对吧 要成为世界首富了 全世界 现在已经是华人首富了 在这波牛市当中 赵长鹏已经成为华人首富 对吧 超过了什么马化腾 超过了 那个字节跳动的张一鸣 对吧 对对 超过了王 哇哈哈 什么钟残残 已经成为华人首富 下一波在这 照这个势头下去 真的要成为世界首富 到时候要超过什么 伊隆马斯克 超过什么沃伦巴菲特 超过比尔盖茨了 对吧 太牛逼了 但是我觉得啊 这种事情不会有这么简单 对吧 因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肯定很多人会觊予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大佬路程 然后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然后还有一则新闻 就是让我们关注到这个 CV后面又发了一个推 他说在这在这个 This is a lot to cover 对吧 and it will take some time 这个速度进展非常快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看 然后整个形式呢 is highly dynamic 就是非常动态的变化 然后呢 比安呢 正在实时的 assessing 对吧 实时的去监控 或者是实时的去监测 当前的情况 然后比安呢 有权呢 在任何时候 把这个 这个这个合同给撤出 对吧 所以呢 FTT呢 将会变得非常的volatile 就是这个 这个FTT的 那个价格变化 会非常的滑稠 人家也写了stay safe 对吧 这句话一出啊 就说明 比安可以随时撤走 也就是说 这个比安全资收购 FTX呢 并不是盘上钉钉 然后就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全网又开始暴跌 所以做合约的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好 那我在这边呢 写了一个推 总结了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之前基本上讲过了 这个就在差不多 昨天晚上北京时间12点 到1点之间 SB发了个推 将会接收 币安的全资收购 对吧 CZ呢 也发了推特 说支持 然后BNB拉盘到400FTT 回到22 大饼呢 也从19000充到了20000 整个大盘复活了 对吧 所有的KOL 我看在群里已经挺晚了 1点钟左右了 是吧 可以洗洗睡了 牛回牛回速归速归 对吧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没想到30分钟之后 整个盘面呢 又急转直线 大盘又开始疯狂的下跌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币安的收购呢 不是这么容易 对吧 而且币安可以随时撤走 把这个合同给撤走 所以目前还不好说 像这么大的订购 或者收购来说 不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同时他也说明 SBF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让他竞争对手 币安去收购 说明已经 问题是相当的严重 后面的窟窿 其实是巨大 继续保密 也就是说白了 就是已经用了 那个用户的资产 对吧 就是帮 你把币存在交易所 其实这些币理论上是你的 但是只是让他们去托管一下 保管一下 在你的账上 其实是显示 你有多少个比特币 但这些币呢 其实都在他们的冷钱包里面 或者是中心化的 他们的一个钱包里面 私要在他们这 你所看到的 有多少币 只是一个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 很明显 我几乎敢确定 所有的交易所 或者是所有的平台 他们都会拿这些币呢 去做一些 比如说去挖矿 对吧 是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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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抵押 去借出更多的币 去炒币 对吧 等等 他们不可能把这个币 放在自己的冷钱包里面 都也不懂 那除非是币安这种 币安可能他赚到的钱 已经可以cover到 你存进去的币 所以他也无所谓 像这个FTX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两三年的时间内 做到 整个行业的第二 他们肯定是有这种金融操作 对吧 加杠杆这种操作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在明面上来说呢 是肯定是不允许的 那这则消息一出啊 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再次崩塌 然后FTT跌得非常的惨 先看一下 FTT本来是20几 对吧 现在你看都看不到了 现在不知道到多少去 看一下 FTT真的非常的惨 FTT到62了 现在是6块钱 你看 昨天一天跌了75% 最低的时候是4块钱 非常的夸张 很多人说 现在能不能抄底 这个 说实话在势态 未稳之前 你去做任何的操作 都是赌博 对吧 你去抄底也好 也是赌博 你去做空也好 也是赌博 说不清楚 因为不可能一直跌的 对吧 不可能一直跌的 总是有人会进来 好 那大盘全体拍下之后 所有的KOLGT认为 这次的FTX的爆雷 可能是2008年 我们知道 次基带的 美国次基带 防贷危机的雷曼兄弟 是币圈的雷曼兄弟 就目前为止 听说FTX已经停止提币了 然后试探还在发展当中 那SBF呢 基本上已经用了用户的资金 去地方挖矿 在bankrun 在挤兑的同时 是无法对付 可以看到从我发消息 对吧 大概是前天 前天啊 我说大家要提币提币提币 到现在差不多48小时吧 48小时之内 所有的群里面都在FUD 然后都在提币 就很明显造成了几对 看他们telegram的 飞机群里面的客户support 天天都说一切运行正常 让大家等一等 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吧 还是希望这一切都能够过去 这个SBF也已经认怂了 对吧 希望能够过去 我觉得FTX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很多很多的创新 我们也非常喜欢有FTX 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把这次给躺过去 那总的来说 作为我们小韭菜来言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资金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 好 这就是现在FTX和BEN之间 爆炸头和CZ之间 对抗的最新动态 震动到整个B圈 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快速的视频就做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这件事情 我们会持续的更新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好 那我们下视频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访坡 刀腹